再来看一下这一盆灯笼花 它也叫慢性风铃花 我发现它已经开始孕育花蕾咯 大家看这里有一个像小灯笼的一样 掉在这里 现在的话还没有绽放 还不像这个灯笼 等它完全绽放的时候 真的非常像那个灯笼 很漂亮 而且它是一片叶子 这个底下会带一个花苞 然后我发现前面的话 也有这种好小好小的 大家看到了吗 看一下这一个藤山 哇这个藤山也有 要不了多久就会挂好多小灯笼给我看了 但是我发现它的这个叶子没那么绿 有点淡淡的这种黄色 可能是因为上盆到现在都没有给它施过肥 上盆的时候没有加底肥 所以它缺营养了 毕竟什么花对营养的需求都是比较大的 何况是它现在还要疯狂的开花了 为了能看到更多的花 让它长得更好 现在赶紧给它买一点这个 缓湿长效肥 现在就去拿 因为它是开花植物 我就给它买这个醋花缓湿长效肥 那么大的盆的话得买一包了 花盆里面挖一个小坑 再把这个肥买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灯笼花的根系还是很发达 大家看都是白白的根 OK这样就搞定了 是不是很简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